我注意到你说的报道 这些所谓的国际科学家 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种哗众取宠的事情 所谓国际科学家 究竟是什么身份 公开信发起人中的一位 是美国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这无法掩饰 他曾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 政府背景和政客本质 还有一位是银行的数据工程师 却冒充病毒复原问题的专家 发表未经求证 且不负责任的言论 正可谓是无知者无畏 对一心刷存在求关注的科学家 我奉劝他们 在各自领域 潜心搞科研 做一些真正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我们看到相反的是 许多真正秉持科学求真精神 客观公正立场的科学家 却遭到个别国家政府和极端势力的 围攻谩骂 甚至是死亡威胁 发生这种黑白颠倒的事情 发人深信 相信这次公开信的联署人当中 还有一些不明真相 被裹挟利用的科学家 我想对他们说 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已经得出了科学性 权威性的阶段性结论 希望你们不要被伪造的真相 蒙蔽双眼 不要被政治化的科学 影响判断 不要再被谣言和谎言欺骗 重新回到科学理性的轨道 公开信当中提到调查团队 要拥有全面调查权 溯源问题是 且只能是联合科学研究 绝不能使共同研究 变相成为对中国的单方面调查 关于所谓要求共享原始数据 在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 在华考察期间 中方向世卫专家组 逐条展示了早期病例原始数据库 中外专家在现场充分运用数据 共同确定分析思路 共同制定分析方案 共同分析研究结果 共同对结果进行解释 研究结果是外方专家 深度参与 充分认可的 公开信还提出 由西方国家与七国集团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 共同开展替代调查 这是个别国家 假借所谓国际科学家之笔 暴露了其真实想法 就是毫不避讳 搞有罪推定 不加掩饰 搞政治操弄 我再次强调的是 溯源的工作是科学问题 坚持依靠科学家 坚持科学态度 坚持运用科学方法 才是正确路径 根据世卫大会决议要求 按照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得出的结论和建议 在更广范围内 开展更深入细致的 科学研究与合作 才是正确的方向 任何把溯源问题 政治化的行径 都是在毒化科学研究氛围 阻碍全球溯源合作 破坏全球抗疫的努力 我们奉劝各别国家 和有关势力 停止这些拙劣的表演 真正为人类生命健康 做出积极的贡献